距离2024年巴黎奥运会还有三个月 在奥运发源地希腊 寓意光明、团结与和平的生活 在奥林匹亚遗址赫拉神殿前的广场上燃起 由希腊蜻蜓运动员杜斯克斯担任第一棒火炬手 这把火焰不仅标志这七年的筹备工作 迈入最后阶段也是希望的象征 在这些困难时期中我们经历了 与战和闺险剧现在人们有关接受 与所有烈恨,与严重 这些质运动员 之内 在他们心里 我 worry 我们想在所有的心里 遗运我们在一起 我们期望为我们一共和平 我们期望为我们的希望 星期二由于天气多元 无法遵循传统 用凹面镜聚热点燃圣火 只好改为人工营火种 专办成古代女祭司的希腊演员 梅里米娜 点燃杜斯克斯的火炬 在短跑后 希腊剑将把火炬传给巴黎代表马努度 在希腊传递11天直到4月27日 火炬首将乘坐贝伦号前往法国马赛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强调 从2800年前延续至今的奥林匹克精神从未改变 奥运会始终建立在和平之上 希望这个讯息最终能够带到光明之城巴黎 再散播全球各地 再到2个余urt 第三天 水冷了 主席巴黎代表马 也化了 制作人 后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